大家好,我是季寒 今天要来分享一下这个立体爱心吊饰的做法 那我们可以先准备一条90公分的线 今天准备的90公分是白色的 还有8条60公分的线 那我们把其中的4条红色的这个60公分的线跟90公分的线打出4个田 那我们都是往同样一个方向打出4个田 打好之后这个白色的这个90公分会一边长一边短 那是没关系 那我们用直边的方式去要做这个爱心 需要加4层高 那我们把这个都立起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第一层的加高 那加完两层之后 我们再做收尾 以及边中间勾勾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直接这样子倒勾回来 然后跟第二天打 那它的头就会藏在田的中间 好那我们继续就往这边打 一直打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我们再做收尾 完成第一层高 那这样子打过来之后呢 我们会跟这一条 这个田刚刚的第一个田 在做收尾的动作 收好之后 完成了两层的高之后呢 会像这样子 完成了两层 然后我们把其中一边 先把它长线 长好之后 把这个侧边的高再跟它打出两个田 打好之后 这个也是有做收尾的动作 做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稍微的往后拉 然后我们中间长一段小小的线 大概十公分的线 我们把它这样子 穿过去中间这个洞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牢固一点的勾 可以掉我们的那个环跟掉式 然后我们把它折一小截 把它勾在那个田的中间这里 勾好之后 上面的线往拉 就会变成重叠的两条线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第三层高 第三层高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要把这边重叠的线 这边重叠的线 第一层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勾 大概是这样子的长度 或是说你要做小一点的 或是说要多长都可以 我们先折一小段这样对折 然后我们这两条线 直接跟这个横的线 直接打出一个田 然后我们到下一层的时候 我们再把里面的这个 内层的那个白色的线 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条 有一条那个线 然后这边有一个勾勾 这样的方式是比较牢固的 就是这个小勾勾会比较牢固 然后我们就往我们的右边打 这个是我们爱心的第三层高 然后我们用这边的方式 爱心会完成四层的高 那我们到时候就是看白色的线 哪边比较长就往哪边走 像这边比较短 我们就用这条线一直往这边走 在第四层高 然后再做手尾的动作 然后就可以看到 刚刚打的这个小勾 打好之后我们第三层 然后第四层 然后这条白色的线比较长 我们就往这边走 然后再跟这边做手尾 就会完成我们这个爱心吊饰